据报道 日前有家长反映 小学六年级课本出现水泄不通的掌声 老师们很头痛 都在讨论怎么教 根据台教育部门审定的词典上的定义 水泄不通出自三国演义 是指连水都无法流通 比喻防守极为严密 该词用来形容掌声确实令人惊讶 岛内媒体人杨炳如在脸书发文称 该词剧出自作家侯文勇写的《梦幻拳雷打》一文 讲述主角爱打棒球 祖母却要她多念书 某天主角打出拳雷打 却在水泄不通的掌声中 被祖母抓个正着 狠揍一番 杨炳如说 文章是以儿童的笔触呈现 当中词句误用错置的安排 自然无伤大雅 但是为什么拿这种文章来作为小学六年级的语文教材 还有小学老师表示 如今已有不少小学生出现误用成语情形 例如老师今天穿的《美轮美奂》 你的歌声音容晚载 让他们哭笑不得 对此有岛内网友表示 经久不息 掌声雷动才是正常的吧 果然是庆竹难书的克刚 还有人说 没知识就别乱改克刚 真让人啼笑皆非 我觉得这个整体的问题就在于说 台湾呢 整个过去有一个去中国话 所以呢 他们想要把旧的文言文 能减少呢 就尽量减少 改来带换一些所谓的新诗啦 或是新的散文啦 但我们要了解 这么多的文言文或是唐诗诵词 能够流传到今天 关键就在于它写得好嘛 这样流传下来嘛 可是这些新诗或是新的散文 它未必有这么长的历史沉淀了 所以好坏还很难说 更重要的是 里面有一些诗词的这个刻意的 比较有趣或讨巧或诙谐的方面 如果没有经过老师详细解说 或是小朋友没有认清楚的话 最后就会造成了未来呢 语文程度的这个衰弱或低下 所以我觉得关键一切还是这个克刚的修正 感谢观看